24号美国庆祝感恩节 传统上是家人团聚吃烤火鸡大餐的日子 不过美国休士顿有主厨改变了做法 把火鸡放进热油里炸上至少一个小时 金黄香酥的火鸡让人光看就口水直流 这个主厨也不藏私大方公开了酱尿秘方 另外远在南韩的美军跟同袍也一起欢庆感恩节 主厨小心地把肥嫩火鸡从滚烫热油中拿出来 经过至少一小时油炸整只鸡金黄油亮 看起来酥脆多汁 这只火鸡份量不小有11公斤重 主厨得双手并用小心翼翼把火鸡移到盘子上 马上试吃酥脆声听得到 镜头拉近外皮金黄香脆锁住鸡肉鲜嫩肉汁 光看就让人食欲大开 也难怪成为近来美国感恩节餐桌上的新宠 这位休士顿主厨也不藏私 在镜头前公开酱料秘方 原来传统庆祝感恩节的重头戏 就是亲友团聚吃烤火鸡 不过主厨跳脱传统改用油炸创造新风味 远在南韩约28500名美军 虽然无法返乡团圆 不过同袍如同他们在南韩的家人 这顿感恩节大餐 除了烤火鸡还有烤牛肉龙虾和南瓜等 十足美式家乡味让士兵大饱口福 还有两名士兵搞笑穿上火鸡装出席 充满节庆感也带来不少笑声 感恩节顾名思义是表达感谢的节日 洛杉矶慈善团体超过20年来都会在感恩节前夕 提供无家可归或需要的人一顿免费午餐 也欢迎社区居民共襄盛举 吸引大批人潮 不少人表示餐点好吃到令人怀念 不过慈善团体也担心 美国通膨延烧 恐怕需要帮助的人数会大幅增加 喜欢我的 小苹和平 自己开心